人类这个物种的不靠谱 直接体现在把这种刺鼻又烟熏 让人臭烘烘的东西取名为香烟 来我们进入话题 香烟七件事 烟从哪里来 臭烟的本质就是一个把一捧干草点燃 再把燃烧产生的有毒烟雾吸进肺里 最后吐出来 让身边的人陪你一起中毒的过程 已知的烟草属植物约有60来种 但真正用来做卷烟和烟丝的 大部分都是红花烟草 还有少部分是黄花烟草 抽烟有多致命 什么叫杀人与无形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 以数据形式给出了答案 将近一半的长期吸烟者 最终死于吸烟导致的疾病 香烟每年大约会杀死700多万地球人 其中89万是不抽烟 但被动吸了二手烟的无辜人类 抽烟破坏环境 抽烟不只是健康问题 它还是个环保问题 全世界每天平均会售出180亿根烟 烟头人哪哪遭殃 土壤河流沙滩海洋都逃不过 如果把一枚烟头浸泡在一升水中24个小时 再把鱼儿们放进去 50%的鱼活不过96个小时 烟草使人患癌 说吸烟是肺癌之父 一点都不为过 实例肺癌有9例和烟草有直接关系 你吞云突兀的每一口烟里面 都有70多种致癌物 通过血液运输到全身 尼古丁有多坏 烟妹们说的烟饮犯了 其实就是尼古丁饮犯了 凭借对胶感神经的强烈刺激 尼古丁会让你的生理和情绪产生双重的愉悦感 然后你就会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种短暂的美好感觉 俗称上瘾了 电子烟真的健康吗 什么叫事与愿违 电子烟的发明并没有帮助老烟枪戒烟 反而激发了越来越多好奇人士 甚至青少年败在了电子烟叫门下 更重要的是把尼古丁换成了尼古丁盐 该上瘾还是上瘾 并没有什么卵差别 香烟含尿成分 接烟理由千万条 恶心第一条 包括胶油尼古丁这类致癌物在内 一根烟里面所含的化学物质将近600种 比如为了提升香烟的香味 你抽的烟里头还加入了尿素 而尿素呢是尿液的主要成分 除此之外 做老鼠药用的参 做电池用的铅 香烟里面应有尽有 你抽的不是烟 也不是济膜 是糟粕 小伙伴们敢不敢爱得你身边烟饮最大的小伙伴呢 留言评论吧 小伙伴们